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桃园市26处社区接种站 今天提供首波Novavax疫苗的免预约接种服务 而可能是民众对于这款新的疫苗不太熟悉 其实施打率是并不高的 早上10点半巴德区的靖斯堂接种站只打了70人 与上周五同时段莫德纳高端打了700人相比 打气明显是差了很多 Novavax疫苗抵台桃园市11号提供首波接种服务 26处社区接种站免预约都可接种 不过可能是许多民众对于这款新的疫苗不熟悉 巴德区靖斯堂接种站统计至上午10点半只打了70人次 和上周五打莫德纳以及高端疫苗打了700人次相比 两者的疫苗热度差很大 我们今天是配合市政府政策 让民众多一个选项施打Novavax疫苗 那这是一个新的疫苗 大概到10点半 大概打了70几位左右 那目前就是有民众的部分在这部分 是特别针对这个疫苗过来的 本站提供1000剂疫苗 让民众可以服务他们的需求 根据医生表示 Novavax疫苗是次单位蛋白疫苗 保护力高比较没有副作用 年满18岁符合接种资格 不论第几剂都可以接种 也可以和其他疫苗厂牌交替使用 因为第三期还没打 然后他是说副作用比较小嘛 对 所以我就爱他 疫情控制状况 就好像就随便他啊 不是这样吗 所以打疫苗自保啊 进司堂接种站一早前来施打疫苗的 还是以满65岁打第四剂的长者为主 人数占比超过五成 我也是考虑很久 怎么说 也是怕怕 因为台湾死了那么多人 大家都在怕 不是我怕 每个人都怕 今天是打第几剂呢 第四剂 那有特别选这个疫苗吗 也没有啦 你只有这个疫苗啦 刚好有 我刚好碰到家住到后面而已 比较近就来了 接下来是否继续开设Novavax社区接种站 市政府会持续评估 同时也会请里长多家广播宣传 提高疫苗覆盖率 对 OK C 感谢观看